大家好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站 我是主持人夏琳 郭柯王在桃园佛教大典中 同框的桃园三结议破局之后 有消息传出 这是因为郭台铭忧心 影响韩国瑜的选情 导致蔡英文当选 两岸和平陷入危机 所以有可能会回到国民党 帮助国民党做整合 事实上这种揣测 成真的几率确实不高 当天的公开会面虽然已经破局 但是有消息指出 实际上郭柯和郭王私下已经会面多次 而韩国瑜的民调下降 事实上跟郭台铭会不会脱党参选 没有绝对的关系 其实郭韩蔡三方参选 或是郭柯蔡韩四方参选 对韩国瑜的民调都输蔡英文 但是落后的程度都没有蔡韩两人对决时 韩落后的这么多 所以最矛盾的地方是 国民党并不希望2020只有蔡韩 反而更希望是柯文哲也出来参选 国民党初选后 韩国瑜负面新闻不断 民调不断的下滑 再加上香港反送中的情绪 蔡英文私烟案暂时安全落幕 于是连一直报导韩国瑜民调胜过蔡英文的TVBS 都首次见到韩国瑜民调输给蔡英文5个百分点之多 是有意义的民调落差 这次的民调落后 也没看到国民党真心检讨韩国瑜的表现 反倒是一直责怪国民党整合不力 国民党初选之后 韩国瑜和郭台铭讲不上话 连电话都不通 要吴敦义居中协调 吴敦义却对媒体放话 说他与郭台铭很快能会面 结果惨遭重重打脸 郭台铭的幕僚说 郭董一周内都没有这个行程安排 而民进党在初选之后 蔡英文1450网军不再攻击赖清德 但是国民党初选之后 红媒却照样在黑郭台铭 成了郭台铭和韩国瑜最大心结 而吴敦义明知如此 却无法约束红色媒体 进而被认为对郭台铭其实是外冷内热 表面上高喊团结 可是私底下却没有积极的联络郭伴 郭台铭一再强调 对韩国瑜个人没有意见 只是反对红色媒体和蔡英文 这是因为人民观感的问题 郭台铭怀疑蔡英文就是受到国台办的指使 而蔡英文旗下的望中媒体 包括中天一直用言论自由为幌子 散布一中思想 柯文哲说问题不在于言论自不自由 问题在于媒体失去了格调 单纯只是董事长下面的棋子 报道多有偏颇 而韩国瑜和蔡英文始终无法切割 这让郭台铭忧心 2020谁会挺韩国瑜 难道只有钢铁韩粉 天花板能拿到的六七百万票吗 就连言清彪率领地方派系挺韩国瑜 都不足称喜 红统与黑金 红黑势力原本就是国民党里面 比较受争议的势力 如今归在国瑜党之下 就使国民党里的势力 打破原来团结表面之下 龙蛇混杂的局面 国民党里面比较清新年轻 知识经济的势力 站在国瑜党的另一面 而言清彪归韩 也可使原本握有地方派系的王金平 不再跟郭台铭争总统大位 所以局势变化并不是从表面上看来 就可以清楚的 就算张善政组了百人的国政顾问团 但是这么多的国政顾问 其实无法展现出顾问幕僚的用处 真正有实力的顾问 人数并不需要这么多 人多嘴杂 对宪策的效率也打了折扣 而且张善政也是第一个要求韩国瑜 不要再喊出九二共识的人 和郭台铭要韩国瑜跟红梅划清界线 其实是一样的 差别只在于张善政对韩国瑜还抱持着一丝希望 雪上加霜的还有地方诸侯也不停寒 新北市长侯友宜先推拒了担任韩国瑜 新北竞选总主委 被支持韩的中南部县长批评 不是大体 对此侯友宜称自己很是大体 他的大体就是新北四百万的市民 就是市政 专心市政这一点又巧妙的酸了韩国瑜一把 不只是侯友宜 连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婉拒担任台中市竞选总主委 也推说需要专心市政 因此秃子汉子燕子里 凸显只有一个人不需要专心市政 那就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不只是新北和台中 宜兰县长林兹庙也推说宪政优先 更惨的是 传出助选韩国瑜的策略小组 除了许淑华是唯一的现任立委之外 几乎清一色是北部的市议员 因此缺少大咖 依然是韩国瑜心中的痛 国民党也有些人认为 国民党即使需要团结 但是否表示应该团结在韩国瑜之下 这也还是一个问题 因此如果韩国瑜的民调 依然没有起色 被边缘化是迟早的事 国民党对韩国瑜确实出现了信心危机 中间选票也跑光了 韩国瑜最近传出的新闻 除了怀疑车子被装监视器却不提告 就是星期天整天跑新竹公庙 高雄暴雨却找不到市长 民调还有一个令人玩味的地方 就是民进党的好感度 在民调中是输给国民党的 但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民调的支持度却输给民进党的蔡英文 也就是说大家并不讨厌国民党 但是讨厌韩国瑜 大家并没有这么讨厌蔡英文 但是却讨厌民进党 自从柯文哲组了台湾民众党以后 照目前台面上看来 柯市长参选2020的机会并不高 还没有亲自出征的必要 只要组成了国会第三势力 让国会没有一党过半 人民讨厌的民进党威胁 就已经下降了 民进党无法挟持国会 阻挡司法改革 如弃保潜逃案 用国安理由影响言论自由等等 这已经是人民乐见的情况 至于边缘化韩国瑜之后 郭台铭和蔡英文 要不要来个君子之争 柯文哲说顺其自然 有人说郭台铭的红海财力 和国际经济影响力 称为海军 柯文哲的年轻人网路支持度 称为空军 王金平的地方派系称为陆军 如果陆、海、空三军 可以合起来 基本上无坚不摧 所向披靡 对此 柯文哲指淡然的表示 如果这个组合真的有这么强 那它就应该会出现 只要有市场 人民有需要 这个组合就有可能出现 这种淡然 除了是因为国会已经不会被 民进党绑架的轻松 也是对总统大卫没有野心 清楚旁观的智慧 这里是自有中国之声 台湾战 我们下次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